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一课 首先我们开始从语法开始 今天的语法点可以非常的轻松 因为它不算一个真正的语法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类词 这类词其实你只需要记住意思就行了 叫做 les modalisateurs 叫做形容词 表示性质描述的这一类品质形容词 那有哪些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你像interessant 有趣的 你可以说 这些书呢 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了 注意哦 这个interessant本来指的是有趣的 如果跟pris这个词 价格这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什么样的价格让你觉得有趣呢 OK 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 当然是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 所以应该翻译成叫做低廉的价格 好 下面一个 你像excellent 非常卓越的完美的优秀的 c'est une excellent词 注意太好了 épatant voilà qu'est-ce que c'est épatant 也表示杰出的 好 比如说 我向你推荐一本非常棒的书 好 你像这些词其实都可以叫做 modalisateur 也就是这一类的品质的 形容品质的 特性的 这样一类形容词 比如说有 excellent épatant formidable remarkable magnifique 都可以归到 就是这一组里面 它表示的是非常棒的 很好的 精彩绝伦的 等等的这些意思 都可以表示 OK 好 那么还有一类词呢 你像agreable 这也不算另外的一类了 它还是属于modalisateur里面 像这个令人愉悦的 éjé mené une conversation agréable avec lui 我和他进行了一场 非常愉快的谈话 OK satisfaisant 表示令人满足的 那你会怎么说呢 cet un résultat satisfaisant 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满足的结果 nule 也就是一无是处的 对吧 elle est nulle mathématique 它在数学方面 是非常烂的 非常糟糕的 OK vraisemblable 表示近似的 son explication est vraisemblable 它的解释呢 是 末末糊糊糊 莫冷两可 叫vraisemblable 莫冷两可 在这个句子里面 OK 好 再看 我们还有一些词呢 是副词 它也是来修饰形容一些特点 这样的一些副词 比如说 我们来举个例子 sans doute probablement 表示很可能的 好 来看一下 il a sans doute fait tous ses efforts 好 像trop asais peu un peu 表示一些程度方面的 变化 cet trop bien 太好了 je suis supercontent 我非常的高兴 franchement sincrement 真诚的 诚实的 evetamment reellement vraement 表示确实的 真实的 真的是这样子 meme si elle n'est hélas pas obligatoire l'idée est vraiment excellent 这个 hélas 实际上它是一个语气词 在这儿呢 你可以表示一种强调 即使呢 它 并不是 这个必须的 但是这个主意呢 却是非常棒的 excellent 在这儿呢 有一个er 在结尾要和那个e 对进行新书配合 其实这个书里面把它作为一个语法点拿出来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强调而已 大家不需要把这些词都放在一起 因为它们的用法跟其他所有的形容词和副词的用法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它们有一个小特点 就是它们修饰形容的是一些性质 特征以及它们的程度 ok 你把它当作一个单个的词来背诵和使用就可以了 你把它当作一个单个的词来背诵和使用就可以了